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距离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刚好第11天 这一周时间几乎都是以色列在实施报复行动 以色列已经践行人狠话不多的理念 对哈马斯实施疯狂报复 截至昨晚,冲突造成以色列死亡超过1300人 受伤超过3484人 巴勒斯坦死亡超过2215人 受伤超过8714人 还有超过1500名被打死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一周时间双方伤亡超过1.6万人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扩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凌晨发表讲话表示 这只是开始,目前 以色列向加沙投下6000枚炸弹 重量超过4000吨 不少哈马斯领导人已经身亡 包括哈马斯领导人尤尼斯 加沙地带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 纳赛尔撒利赫丁旅的指挥官希拉尔 哈马斯经济部长萨玛拉 哈马斯内部关系部负责人穆阿玛尔 哈马斯海军副总司令萨玛尔 哈马斯突击部队指挥官阿里卡奇 哈马斯空中部队负责人梅拉德等被炸死 以色列大量使用重型炸弹和钻底弹 即使哈马斯高级分子躲在30米深的地道中 也被炸死 甚至哈马斯领导人的保镖家属也一起被炸死 以色列在连续几天的空气中 摧毁了超过3000个哈马斯目标 击毙了超过1500名哈马斯分子 俘虏不少哈马斯相关人员 躲在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 也被下了追查令 以色列这招够狠的 围困起来 断水电燃气物资 不让哈马斯出去 不断空袭 炸的袈裟的哈马斯都开始后悔了 以色列还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 要么投降 要么死 没有第三种选择 面对以色列最后通牒 哈马斯显然没料到这次会搞这么大 以往袭击以色列绑架人质 再让巴勒斯坦民众顶在前面 事情就结束了 这次以色列不给任何机会 甚至无差别轰炸家沙地带 让哈马斯很头痛 但哈马斯手里人质和巴勒斯坦人 也是最后的筹码 哈马斯不得已通过社交媒体 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 还禁止巴勒斯坦民众离开当地 尽管以色列要求民众撤往加沙北部 以色列用飞机空头大量船单 要求巴勒斯坦民众撤离 撤走的就可以活命 拒绝撤离的就意味着支持哈马斯 到时候后果就要自负了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修建两条从加沙北部到南部的输赛路线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期间 以色列国防军不会将这些路线作为袭击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声明 如果你们照顾好自己和亲人 趁此机会向南前往汉尤尼斯城 越来越多的加沙巴勒斯坦人正在利用以色列 今天设立的从加沙北部到加沙南部的逃生走廊 逃离加沙中心区 还有一大群人向南向埃及边境迁移 很显然和哈马斯一起留下来凶多吉少 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民众撤离到安全地带 意味着地面部队要进入加沙了 今天美国建议以色列推迟地面行动时间 是因为加沙地带还有外国公民 最新消息是 美国国务院已开始通知加沙地带的美国国民 进入埃及的拉法过境田 这里将对外国人开放 不包括巴勒斯坦人 为什么不包括巴勒斯坦人 大概是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都怕巴勒斯坦人 最早巴结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 带着巴勒斯坦人去约旦 最后在约旦做大做强 差点把约旦国王干掉了 之后巴勒斯坦人被约旦赶走 又去了黎巴嫩 结果黎巴嫩也被搞得破破烂烂 现在黎巴嫩珍重党比黎巴嫩政府势力还大 后面突尼斯埃及伊拉克都被巴勒斯坦人搞得很惨 现在加沙巴勒斯坦人有难 阿拉伯国家口头支持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巴勒斯坦人 甚至下场与以色列死磕 这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绞杀几乎没有悬念 只是以色列进行地面行动愿意付出多大损失的问题了 而且阿拉伯国家也不会真的下场 一起和巴勒斯坦损失 美国两个航空战斗群先后到达中东地区 美军101时到达越旦 美军特种部队都到达越旦 美国第26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正在准备在以色列部署 美国空军第494战斗机总队的F-15E攻击英 A-10攻击机无人机等都部署到位 英国也派出军舰前往中东支援 并不是以色列打不过哈马斯 而是美国要震慑珍珠党和策动哈马斯 袭击以色列的神秘金主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各国似乎对哈马斯并不感冒 也没有以色列死磕的意思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 现在已经接近疯狂 今天有媒体报道称 在黎巴嫩一侧 采访的记者被以军炮弹击中了 还有撤离了巴勒斯坦人被以军袭击等等 以色列报复已经不看对象 因为哈马斯平时就是躲在巴勒斯坦人后面 现在很难分清 谁是哈马斯 谁不是哈马斯 对于以色列来说 通通消灭最省事了 以色列这次能不能碾压哈马斯 震慑阿拉伯国家 为以色列人的未来找回安全感 很明显的 以色列可以做到 48小时征兆36万人 加上原有部队54万人 可以同时向黎巴嫩 叙利亚加沙 伊朗和越南河西岸开战 而且在道义上获得美国西方的支持 美国派出航母战斗群援助弹药 德国提供无人机 其他各国提供援助 让以色列占据先机 剿灭哈马斯恐怖分子 并不针对巴勒斯坦 这是以色列的目标 确实让人说不出有什么问题 而且以色列人48小时就能征兆到36万人 不少在国外的以色列人回国参战 这和俄罗斯征兵不少人逃跑 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且以色列有不少阿拉伯人 也参与对哈马斯的倾角 以色列能打赢五次中东战争 不是没有道理的 以色列强大有强大的道理 巴勒斯坦发展不起来 更多是自身的问题 哈马斯是哈马斯 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人遭遇的损失 值得同情 但也不是惊哈的理由 不同情恐怖分子是最基本的价值观 现在巴勒斯坦人正按照以色列的指示 有序撤离 针对哈马斯的地面行动很快就要展开了 在加沙外围 数百辆以色列国防军的坦克装甲车已经就位了 哈马斯这一次自掘坟墓 该怪谁呀 当地面行动展开之后 意味着更大的伤亡和损失 如果哈马斯扛不住了 这次哈马斯袭击背后的神秘金主会出现吗 一切都在以色列的地面行动之后揭晓 一场大戏要开场了 节目最后大雄表个态 我支持乌克兰更支持以色列 俄乌是战争 而巴以是冲突 乌克兰反侵略这不用多说 没有争议啊 你认为以色列也是侵略 这就说不通了 巴勒斯坦不是一个国家 它的领土要求就站不住脚 以色列现在领土是有扩张因素 但从第一次中东战争直到现在 发起战争的都不是以色列 以色列是在反侵略战争中 扩大的自己领土 说白了都是战略品 至于历史因素 双方都有道理 无法判断 简单说 就是一个来得早 一个住得长 但一个主权国家 和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土地纠纷 那自然不利于没有主权的一方 是我关闭了评论区 不为别的 只是没有一丁点必要 与反对者交流了 评论区火气太大 但支持我的都有一个共识 世界正向我们喜欢的方向迈进 而世界和他们希望的样子 越来越远 为此 我也理解反对者的情绪失控 以色列也好 乌韩也好 正在和黑暗做最后的斗争 光明必将到来